字幕前,我特意看 Tony 提及英國石油的問題 其實Q1的時間,BBP的業績都是差異的,有一個盈利島退的情況出現了 跟830有些不同,他預計第二季的營景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連油那邊的利用率應該是比較低 導致他第二季可能出現虧損 所以應該是連油業務影響到他 但因為830沒有這一範 所以按道理應該不是很關係 反而如果這個東西差的話,應該對比360 可能那個影響會比較大 360的股價現在跌3.3 你和857和830相比的話,他又真的要跌多了 但某個情況就是,我看到下午回來的時間 其實這個中移動都好像跌多了 中海有阿力就加了 我看你說排20天線,或者22.3這個位置 應該你就加了,成功加了 我也要恭喜你 希望可以了 但是,剛才台積電 有6月份的數據 剛才好像是以 Tony 提到的 他應該直接公佈了 他剛公佈了2078億 應該是以後,但應該是低為5月份 它变成18号业势 看看它的情况如何 但刚才提到2LM的C Run比預期做很多 但我再之前的时间和大家分享过 因为之前的时间 TSM、ASML、SMS SMS和ASML 还未有一个联盟 他们想要加快去研发2LM 所以你说2LM的状况 比上一种快 也有意义 为什么这么有趣 我看它在网上 还未出现数据 台积电 但为什么这么快 我看到这些Apps 彈出来 已经说了数据是多少 我想转转 2023年的数据 给大家看看 如果这样也很厉害 看看 这是2023年的TSM 出货量数据 你看到6月份的时间 和5月份比 其实是还比是跌了 即是还比是跌了 这个数据 也这么说 我想有些是季度的效应 但是 如果你看到2024年的时间 我看到有些东西弹出来 是2,000亿 如果这样计算 刚才是1,500亿 如果是2,000亿 的话 即是增长了2,3成 这又挺厉害 不过现在还未知 我看到现在 刚才是网上的POP 彈出来是2,078 也真厉害 如果是真的厉害 不说话 不过 一会看看 有些官方的抗分数字 老师说 883短炒 你要跌去22.3不穿 但现在 刚刚说话的时间 又去到22.3 22.3.5 中移动 应该这么说 1,800也跌多了 是资源固分 反而表现比较差 就像299这些 云桥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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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桥也是强小 不过最近 有些转差 所以 阿斯说 短炒 你看看 22.3 能不能穿 不穿 不过 没什么 油高的看法 我都是正面的 我不会看 特别差 而且油高 我也看乐观 接下来 6657 6657 是什么 6657 百望股份 不知道是什么 CALVIN 你这是什么 为什么 你说它很毒 什么意思 你解释一下 我听 我没有知道 你说什么 完全不知道 941 先一点 后夹上 算 这些股份 都不知道是什么 这些股份 都说科技股 没办法 没有资金 肯入 我觉得 阿NICK 说得对 其实是差 刚刚一刻 这样 你看到 股份 好像资源股 跌得好 但是钱 留在科技股 其实科技股 都升不起 你看到腾讯 已经倒跌下去 这些八度 八度 刚刚升得很厉害 八度还能保持 还升得一成一 是可以的 真的 有点了 但是好像 你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其实隔晚的时间 在美股那边 都升百分之三 但是回来 又是没了拍 完全 又是差不多 又是先到一个百分比 对 现在价格 跌下去 应该又穿 朝铁零天线 又穿下去 阿里巴巴巴 三次都跌下去 50天线 50天线 好像20多的位置 是的 又不害怕 而且始终有点 阿斯 有个情况 例如阿里巴巴 也好 我也好 甚至其他朋友也好 很多是因为之前的时间 低位 低位有货 而且 阿里巴巴巴 也好 始终 我的平均价 平均价 也很低 所以你问我 我其实是 可以完全 无视它的表现 因为 和阿里巴巴巴 本身我都看了油价 那个状况 所以我完全无视它 走势 总之我就持有 但是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你自己 自己想想 那些策略 如果你是买的话 你可能 想着短炒的话 就是 无外变长差 如果你是无心长差的话 你自己想一想 是不是要买一只 803 因为如果你是短炒的话 可能 857 波动性会更大 可能回载更好 8度 是 很少 所以 但是 这一刻 真的夹得凶狠 而且 你想想 市场的表现 这么严重 它还可以一枝独手 正是 真的有点 不过 我真的不一样 如果大家有买美股的时间 香港这些科技股 我觉得不需要加仓 除非你真的不买美股 纯粹买回港股 根本没可以说 但很有趣 我见了台积电官网 其实它还没有更新 它的数据 但为什么有些 网上的投资平台 为什么这么快 会知道上个月的数据 我也有点好奇 是否在其他地方 已经发布了一个数据 我看到了 它原来在公司通告上 有说这一件事 是的 它同比增长3乘3 真是 说实话 比我想论中强 如果这样计的话 一至六月份的数据 比想论同期增加2乘8 是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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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想论中真的强 是厉害的 是 它是同 算是 很不错 很不错 但是它是因为 下星期 18号 即下星期四 先出个业绩 水平年业绩 看看到时 什么状况 什么状况 看看 阿尼还围绕着 803 油股 857 857 你也可以有货 是吧 857 断差好一些 因为它的波幅相对比较长 是再 真的会大一些 但是问题是 如果以BP 凝景的状况 对于中石油管和中石化 似乎好像不利一些 因為他們兩個都好像有煉油耳的業務 衝石發罪就更加之多 就是這樣的情況 但我想內地和外面的油股有些不同 你問是哪一隻? Tony 你說是夜盤行天彈上去190 是否應該說 你問是哪一隻? Tony 你說是八度那隻 那隻的 對不起 你說是TSM 看看一會兒四五小時之後 那些步驟的走勢是怎樣 因為四五小時開始會比較真確 但我看台股那邊 它今天收市都升一格 不會升一格 2330 它現在升一格上來也升一格 對 它今天收是收這個 1045 還有一升 所以有時候很有趣 你看看美股那邊 它不知為何美股那邊 它昨天還要跌下去 但其實這陣子也是 它被人壓著 所以變了 不要緊 總之基本面那麼強 都不擔心 還有它昨天跌 當然有些原因 因為昨天有些消息說 今天我看到 好像六、七納米 好像降價 就是2025年的時間 會降價一成 但是另外好像三納米那些加價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 因為某程度上 其實真是先進製程 即是三至五納米那些 即是最高端的那些 供應是供不應求 因為它的需要太大 所以你會有的現象就是 單的排隊去做 但是它有些 可能六、七納米 甚至乎 你會追求那麼大 看你是哪一份 因為有些 即使你做chips 也好 有很多不同的犯數 但是最核心那些 現在一定是走到最高端的 所以就變了 你說台磁電這些 那些 那個毛利率 應該有機會再上 這樣 油價業務那些 不是主要 是甚麼 在外企是基本的 沒有的 就是阿力 我又明白 你說現在的市場 看油股的 最主要是看顏色 他們都是這一類 是叫做中特股 那 是賣點來的 是賣點來的 不過 不過市場 好像不是那麼爭氣 兼且好像A股 說說說說的時間 真的越跌越多 現在上中指 又差不多跌了0.5% 那 都是處於日內的低位 那深城指 其實都是低位附近的 都不是 我心想要好一點的 今早點開完之後 都可以 上中指 好一點的 對 是上中指差一點的 上中指現在 維持著低路走 真的 是啊 跌市全美 我都覺得市況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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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通常市場 特別說過這邊 通常你說 這一輪的時間 通常是側上一邊 有一邊跌的時候 另一邊有些 又會升上來 但今天看上去 其實大部份都是差的 只有有幫 有幫 有幫 還頂得住 是很古怪的 但是1072 為什麼 1072 為什麼 它 我幾百分之7 不過 Toni 其實這批電器設備股 都很難玩 其實 你見到1072 我知道 你也在想 深思思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買了什麼 蜜蜜蜜蜜蜜 但我還未估計 但基本面 1072 真的很多 不過 沒有 可能 電力股跌的時候 拖累了 所以 沒有辦法 有它 517 你說的是什麼 我介紹 我517 Dixon 你好 我今早就問他 517 因為我覺得 這支股份 是真的OK 而且這些價位 我之前的時間 我三個七六後 我都一直買 一掉下去 我就馬上買 所以我不管 但這支股份是修飾 而且是長線持貨 是的 1072 沒有 1072 電力設備股 沒辦法 因為 始終 你現在 血湯平衣箱 弄得 乾夾 不是的 沒有 電力股跌的時候 電力設備股 沒有 是相互相亭 日系 都沒有辦法 但沒有 現在 市場 沒有方向的情況下 都是乾夾的 原來 有電話 我先聽聽 有哪個朋友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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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嘉賓主持人你好 你好 是 吳小姐 是 你好 我想問 941 有時分析員說 中特股好 現在這樣 都可以買 是不是 還有我想問 200 有甚麼位置可以買 還有中二龍 對 吳小姐 我想問你 中二龍還有沒有貨 沒有 50多元 都沒有貨 OK 不要緊 如果這樣的話 不如再看一會 其實中二龍 坦白說 這位買 我又覺得 都不可以 因為他有六里領息 不過 反而有些 忌忌的市場 因為市場 一萬七千五 這些位置 有些不上不下 變了 如果他這麼不幸 穿一萬七千五 可能還有些 叫做有些 沽壓 變了 如果中二龍沒有貨 因為他沒有想 之前的時間 都很剩 你現在這一刻買 就沒有息 既然這樣的話 不如再看一會 但因為 我覺得是你的優勢 你比較多 坦弱之下 可以分鑽購 這一段時間 你用大概 75元左右 你可以先入第一炷貨 如果再跌下去的時間 你當每兩三元 加住貨 不過 我覺得 再大的機會 不高 因為錢在那裡 所以75元的時間 你買一炷貨 如果再跌的時候 再加住 那就好一點 好啊 但是 你或者 刑庫 刑庫 我暫時不建議 因為市 雖然現在 17,5元 又好像頂到一下 但是 我也有點擔心 市一旦 一萬一 叫做頂不住 跌下去的那一刻 有機會會跌得多急 所以 不要心急著 反正 反正 如果你的市 要回省一點時間 甚至乎 甚至乎 你看到方向可能好一點 你又不怕到時候 出貨 大家這一刻 就不要急著 等一會 17,000 可以不可以進去 200,000 如果是跌穿了17,500 如果是跌穿了17,500 的話 調整可能未必那麼少 所以 但是 如果你本身 都可以長擺 是的 17,000 可以再慢慢去 慢慢吸引 都可以 但是 等一會先 好 知道 謝謝 拜拜 還有電話 蕭先生 蕭先生 是嗎 是 你好 你好 麻煩 我想請教一下 308個 日期的圖 如何解讀 現在 你先看圖 我開個圖 看一看 308個圖 不特別好 蕭先生 你想找個買入價 就是買賣策略 是否看圖 是 是 當然 想問一下 這個位置 是否已經差不多 還是有機會 回到2、1、2的位置 OK 你說現在這個價錢 不是差不多 你只可以說 昨天那一刻 好像打到底 但這個底 是否已經 意味著 可以翻身 似乎還是言之上早 因為 如果你看圖 它的跌勢 或者是 它的 trend 還是處於下降低度 裡面 而且 你見到 它這一刻 股價 是被10天線壓住了 10天線的位置 大概是 248這個位置 但它的趨勢 還是不斷向下移 所以 如果你看圖 我都不建議 你買3008 另外 有一件事 如果你用 基本上去看 我常說 3008 好看市場的氣氛 如果 本身 氣氛好 3008的股價 一定會不差 但如果氣氛差 3008 通常沒有運行 所以 現在去 部署 我暫時 不建議 而且 如果你想買貨 你留意一下 關鍵位 就是 昨天的時間 到了低位 大概是237元左右 所以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 如果你真的很想買 你 要不去 不穿237 這個位置 但一穿的話 就一定要自善 如果不是急著買 不妨再觀察一下 即是不足夠 這樣 即是不急 不急 不急 勢還未改善的時間 你追貨 買貨的話 那隻貨幣不特別高 這樣 噢 但一穿237 就會去到多少 不是 要穿237 穿237 都是技術 都是技術 逐個位置看 因為 如果你穿237 下一個的線位 就是支持位 下一個是232 如果再數下去的時間 大概是225 那些位置 所以我建議 還是不要太心急 噢 好 謝謝你 不要緊 不要緊 等雙底 對 等雙底 都算 不過雙底的話 再跌多一點 那不要再 那 即便 你之前買了兩手滴答 沒有計 新股是這樣的 知不知道 新股 真是沒辦法 有少許是說 財 因為新股 尤其是一回合的時間 你沒有露燭 有些 那時候 有隻叫 不知道是甚麼 黃金 是老鋪黃金 只有那隻 那隻的表現是標青一點 但很多走勢 其實都差 差 所以 沒有 市場跌多了 因為我見到 ALEC 你看 4883 走勢都有點 二十天線 好像剛剛 都穿 穿了 但是 A股 真的 沒有特輪 A股 現在深城市 差不多倒跌 上種子 跌多了 現在在低老鋪附近 又是 沒有 要穿175 這款都真的要 不過 昨天都試過穿下去 下去 下去17,400 以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先走上來 但是 情況 很多板化 很多股份 都真的不好 今天市場的感覺 是真的 比較差 之前 都沒有說 感覺那麼差 為甚麼 那些事 那些優勢 好像一般 大家都要認真 看一看 持有股份 行程是怎樣 真的 油股 真的弱 因為我其實 138 都跌了 都跌得多 不過 138 都是 對 Rail Range 走 1088 都跌多了 其實都是 那些股份 好像也有些 又轉弱了 今天升上是乾星 哈哈哈哈 昨天升上是乾星 都算是 不過 如果穿了175 下個位 其實是172 是1月和3月份的高 那些 那些是定位 看看 因為7200 頂不頂到 但如果再穿下去 就糟了 因為 如果你這樣計 其實這一下 你確認穿175 你那個 三角形的形態 就是 那三角形態 真的很確定 下跌的形態 就很確定 所以 穿了這些位 都是 鬧角 但是 沒有 再看看 過市 能不能夠 大幅上去 因為昨天也試過一次 所以 過市 都是越跌越多 A的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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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 但是 好像沒有板塊 沒有板塊 沒有板塊 是比較好的 好像 每樣板塊都差 這個 三中全會之前 都是比較難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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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支 你遇到 都不會好 但我想說 如果A股 這個星期再跌的話 就九年跌 即是 連跌九個星期 應該就很久 很久 很久沒有見過 這樣的情況 都差 其實 我開個圖 給大家 看看 A股圖 周線圖 真的差 這陣子 這陣子 是差 其實如果 上重指 解釋現在收市 這樣算收市 都是已經下跌 如果周線 雖然是出陽足 但 其實已經是八年跌 我們一開始計 二、四、六、八、九 即是九年跌 你看 這麼真經 十三年跌才想想 嘩 這麼坦 不是 就是 就是 Tony 但是 今次的成交量 又不是特別差 但是 你這樣算的話 可能那些錢 真的走 是走 沒有的 又回到那個狀況 是說 如果你要買科技股 我都買回美股 那些 這是一個很合邏輯的做法 但是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好像 TNS 你又變成沒有很允許 除非突然間 你有一些 重大力的消息 否則 那些錢不會回來 不會回來 掉了四個星期 大佬 對 這間十三年跌的意思 是 十三個星期 因為 你講回 年跌的話 昨天升 A庫 如果這樣的話 十三個星期 都真的差 真的 是的 通尼引渡 印渡股市場 就是創高位 不是 但是沒有的 其實印渡經濟狀況 這陣子已經少說了 印渡經濟狀況 真的應該可以 都可以 其實今天真是肉酸 今天這樣走 這樣走的話 是很肉酸的 很肉酸的 因為今天是剛剛好的 你看這個圖 剛剛好 一碰十天線 馬上退回來 跟上次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但問題是 現在的線 十天線 已經下移了 如果下移了 你的彈力是這樣的 其實是多糟糕 但現在 現在 十天線 這是一塊天線 二五年天線 應該現在又穿了 所以 看看 晚一點的時間 因為昨天也是試過的 你穿了之後 都能上回去 二五年天線 看看今天能不能夠 就能夠頂住 死亡交叉 先看看 死亡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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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想 Kalvin 通常 你應該抬過死亡交叉 還是怎樣 廣告這邊 沒什麼特別 我想你先說十天線 穿厭齡 不管它 不管它 當然台灣沒有 台灣本身有台積電 一隻都撐了 如果市場本身有一些 AI板塊 這些股份 其實你沒有什麼 你根本上 你一定能夠頂住 但今天是因為 那些電力股 真是 其實今天很多板塊 都真的不行 話說回來 細細有一點 而且都很難看 還有我先看那些 那些內需股 好像二三三一的時候 還要跌 要跌 龍虎山泉 今早也說過 它又有些真實的 又有些憧憬 叫做好一點 叫做好一點 二三一八 那些都落回去了 今早的時間 你看到那些內險板塊 都好像OK的 但現在全部都縮回去了 算了 如果作為死亡交叉 197年來代今年高位 那是否大成交 暫時算是 那算是大成交 現在的一刻都差不多 七八億 算多了 算多了 那 那 那 如果你有資金的話 留在港股這邊 都只可以買高息的國企股 那沒有了 沒有了 就倒閉一邊 但是高息的國企股 真的要逐漸去清 是要逐漸去清 其實往真據神話 現在它的息有七厘多 我當你假設的盈利 可能你跌一成也好 其實它的息只有六厘多 所以變成這些 真的不擔心 真的不擔心 好了 兩點鐘了 差不多時間了 那我都要去吃東西了 有點餓 那 今天先說到這裡 好嗎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聊天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聊天 我們明天再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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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